酵素泡泡洗劫液 我把它拿來做什麼呢 我不知道大家會不會去清洗你的杯子 你的保溫杯 它保溫杯上面不是有那個 那個 黑黑的茶垢嗎 對 就是這種 這種勾痕 對 這種東西你要平常怎麼樣做 日常的清潔是比較神利的呢 我就會用這個 因為它噴出來 我給大家看一下喔 我是喜歡聽它的聲音很療癒 很療癒 我們要給大家看一下 它是泡泡季型 洗碗槽裡面 你吃完的碗啊 所有你要清潔的東西 我都會先把它攤開放在那邊 然後我就會用泡泡粉 那時候在用的時候 其實根本上有時候 根本有一些碗 我都不需要用那個菜瓜鍋 我直接用水跟手 其實它就清掉了 而且它的泡泡超級綿密 所以如果說呢 像我剛剛講的那個 杯子的那些邊緣的那些溝槽 很多時候我們必須要用特殊的器具去清 tents 你在日常就可以先用这个泡泡 直接让它在泡泡里面 泡泡会去分解 抓那一些油垢 那一些脏污 然后到时候你再用 简单的这样刷过去 它就会很干净了 我觉得它很好用 然后因为呢 有些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立即 或者是你知道 如果今天你就不是洗碗的人 你就是会把脏碗放在洗手槽的人 你就行行好帮它喷一下吧 这也是在你为它做唯一一件功德 对不对 而且这个泡泡 其实它在使用的过程当中 其实是非常方便 你只要喷一喷一喷一喷 你满满的都在泡泡里面的那些碗 很快就会被清干净 它很多 很温和 很多它真的很 不要把它去油力很强的 其实那个手真的腰残 对对对 因为有一些材质 不锈钢 气炸锅什么的 它不太适合太重的清洁 很多东西 好的东西其实通常是不能用力 那你要怎么样 不用力 又可以把它清干净 对啊 像我常常 平常如果要洗我妈的锅子 她都会来检查一下 她就会说 这个不能刷喔 不能刷喔 我妈也会 对啊 其实因为它是会用来清洁 所有我们会使用的气泥 所以其实它在 它是食品级的东西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但是不要直接喷在嘴巴里面 好啦 应该不会这样啦 对 然后它呢 所有的商品 只要有清洁 都是因为古堡最强的强项 就是无患子 所以这点 大家就是不用担心 OK 分享给大家 请你